刚开了一点奶 准备喂小鸟 这两只小牡丹 是别的牡丹敷的 昨天刚刚拿出来 看这么大的 像这种刚长一点点蚁毛来的 23天大左右 必须要拿出来手养了 再大的话就要养很久才能养青人 来开饭了 给它们喂点奶 两只体型都很小 这两只是尊青繁殖出来的 所以它们的体型有点小 尊青繁殖的会一袋比一袋 体型小 所以一定不要尊青繁殖 我是把它们关在一个笼子 不注意它们自己有配上的 繁殖出来太多了 没办法的 这两只有没有燕耀的 我说不想养了 家里太多了 这两只也有点怕烟 得喂四五天 它才会不怕烟 大还有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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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都会抢吃的啦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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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的差不多了 把嘴巴擦干净 弄得满嘴都是 这只还是挺好看的 全身毛茸茸的 就是体型小了一点 还剩了一点奶 刚好可以放给黄桃 这个左边放的 吃完了没了 来吃奶了 看一下他们的鸟宝宝 两天没看了 没长多少 这两只小小伙 我天宋就体型小的 长得宜馆了这只 这两只不是菌群体型也很小 每次孵出来的体型都很小 去年孵的那我也是体型很小 那只黄桃是买的 我怀疑是别人菌群 放出出来的 要不然怎么会孵出来 每次都这么小的体型 很大的几例是菌群 放出出来的那只黄桃 放回去吧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我看你